現在呢就先來看一下這個Active Printer 那麼這個部分呢您可以直接從我這邊 從我這邊192.168.1.8 從這邊下載 這個共享資料夾 誒 我有幫他解開 你直接抓這個有沒有 壓縮檔就好了 抓這個壓縮檔 你不要進到這個資料夾 抓這個壓縮檔 那大概是30幾MB 那麼解壓縮完好像是90幾吧 您就像這樣進來之後按右鍵 直接解壓縮致詞就好 資料夾我幫您留下來 解壓縮致詞之後會像這樣在這邊打開 這裡就有一個有沒有 直接用就可以 那當然您想要用這個安裝版 事實上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齁 只是 如果您直接讓他官方網站下載這個安裝版 因為他從4.0以後就沒有中文版 就有點討厭了 因為中文都沒有人買嘛 就不做那個翻譯了 所以我現在這個美換裝版 其實是把3.9之前的那個中文版的翻譯把它放進來 所以會變成說局部有中文 有局部有那個英文這樣子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再看一下 那當我您執行之後 多數應該都是中文 所以應該不太有問題 那您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我們的這裡 進來之後呢 首先你要了解就是他 當我在做的時候會有4種所謂的專案的類型 4種專案類型 那左手邊這次走 一種就是你直接錄製新的 那就看你錄的解析度多大 它的專案的檔案就多大 就是那個解析度就多大齁 尺寸就多大 一種其實這套軟體最大好處就是 它跟您在用這個PowerPoint的 真的非常接近 所以您會用的PowerPoint技巧 這邊幾乎都可以用 幾乎都可以用 只是它加上什麼 錄片剪接功能 因為錄下來 比如說剛剛老師用那套 Debile Video Capture 有些不小心我就多錄了 或是不要了 但是因為畢竟它剪接軟體 是獨立分開來 所以你可能要剪接 你就覺得比較不方便 那你可以用這個來剪接 把用這個來剪接 是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說 它如果說 老師您的比如說是照片式的 那也可以把它匯進來 或者是直接開一個空白的專案 那您看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是新的錄製的話 記得 宣導你要的解析度 很重要 這個不要忘記了 要錄聲音 因為它預設是沒有勾的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 不要有聲音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來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是空白的專案 它就讓你自己去選說 我的尺寸是多少 它這裡的幻燈片 在我們的泡河裡面稱作什麼 投影片 就這樣 當地名詞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我要幾張投影片 幾張投影片 按下OK就可以 那麼 預設的存檔位置 還有檔案名稱 你就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自己設定一下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 您可能要稍微注意的 第二個 一樣 要知道快速鍵 知道的話是比較容易 沒有的話它也會有一個小小面板 在那邊告訴你說 你可以按 像我們剛剛一樣 錄停或暫停這樣子 那你看一般的標準的 暫停是pause 停止是end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全動態的 它就有這個F9跟F10 那可能現在還寡不清楚什麼是全動態 所以我就順便再講一下 它主要有兩種錄影類型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分類有沒有 對於有三種全動態的 對不對 影片式的 互動式的 它本身是互動式的 那 您從這個錄影的類型裡面 它有分兩個 一個叫聚能錄製 一個叫全方位記錄 知道全方位就叫做全都錄了 哈哈哈哈 好 也可以 那如果是聚能錄製 它就自動幫你判斷 你沒有在動的時候 我用拍照的 有在動的時候 我用錄影的 但是難免會有 不小心怎麼樣 所以呢 你看回頭來看一下這個快速鍵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手動錄製 也就是說這一段 我剛剛有試過 我發現怎麼樣 它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原則上你用拖曳 那些它都會自動變成錄影 好 如果只是滑鼠這樣點的 它就是用拍照的 那如果你懶得 這樣子你就是直接 按這個print screen 我強迫這段你要用錄影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先了解一下它的快速鍵 那這樣的話 待會你再用就會比較容易 這樣OK 所以您現在來看 你看我就開一個新的 錄製或新的專案都沒關係 好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就有了 對不對 那您選擇一樣 預設儲存的位置 還是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它混雜在一起 平常我都會指定自己的資料夾 這樣比較好管理 比如說就指定到這邊 好 OK 那我就按儲存 我就放到這邊來 我放在這邊 然後給它一個 我的 名稱 專案的名稱 那麼 如果你是直接用這個的 全方位的反正就全都錄 好 我就OK 這個之後它就問有沒有 是不是出現我們這畫面了 你要錄的解析度多大 先抓這裡 要錄聲音 你看它有抓到我的麥克風 有沒有 它有抓到了 好沒問題就開始錄下去了 這樣就錄影中 這樣您了解了嗎 很單純對不對 不會太久 我順便講一下這邊好 反正再錄嘛 您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學校的那個 剛剛跟各位提到代管的部分 你看我左下角 不小心用到這麼多了 可是它沒有告訴你剩下多少 因為沒有空間限制 好沒有空間限制 其實 像我們的那個 我的錄影影片 我都放在這裡 都放在這邊 日夜間布的 這樣 放在這邊 所以像我們 我們最近倒是 這一年比較特別 有跟大陸一個 學院就是 以前那個交換生 都是零零星星幾位來嘛 這兩個學期有 就是整班交換 這樣子 也蠻特別的 所以像這個頂開 那哪一堂什麼時候錄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好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們稍微參考一下 那如果錄完了 請問 那個 快速鍵是哪一個 你要停止的話 那 And有沒有 And 沒有 好吧 Ctrl F10 F10 Ctrl End 結束 我發現 它快速鍵好像有改吧 為什麼 剛剛我按沒有效果 你那 And沒有效果 Ctrl加End Ctrl加End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就錄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剛好畫面 那錄進來之後呢 因為我們錄的是全螢幕嘛 所以比較小 你可以在右 這裡有稍微擋到了 這邊 這裡 您看 在這裡 在右下角 這裡有沒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會自動縮棒 因為預設沒有 有沒有這樣會自動縮棒 這樣是我們在邊 會比較好邊一點 會比較好邊 所以您可以把這個地方把它按下去 好 那就給老師試看看喔 好不好 給您試一下